- 行了,別再開心了,我們再說點不開心的,考慮到今天內容挺多,我接下來把否定式要說完,說完否定式,沒多少了,快說完了,就馬上就說完了,把否定式說完呢,就不講心知識了, 咱們就練點這些學過的詞的否定式的習慣,練習練習,加深記憶,加深記憶,我估計我要再想講點別的,你們要不就造反了,要不就得求我了。 把否定式說完,沒幾個,沒多少的東西,就這幾個的否定式,對於動詞圓形和動詞的ra形的否定, 就是加深記憶,只有一個特定,就是三比變成了,三個破,就行了。 然後呢,這是A,現在將來時的否定式,我們講B,就是過去時的否定式。 這個過去時的否定式啊,也是靠阿库去否定。比如說,高速是啥的呢? 阿拉哈。阿拉哈。關於過去時,因為咱們加過去時認罪的時候呢,是說了一個原因和諧律。 其實它跟將來時的原因和諧律,不一樣。舉個例子,塔清壁將來時,叫做塔其樂。 而塔清壁的過去時,叫做塔其哈。塔其樂那個將來時那個規律就三條,已經發給大家了。 再重複一遍。 就是動詞的詞幹,最後一個音節,如果是A就加ra,如果是O就加ro,其他所有全加r。 對吧?而過去時那個原因和諧律,我們將其稱為第二和諧律。 第二和諧律,那個細則比那個多一點。咱們講完課,今天晚上我會把那細則先發到群裏邊,讓大家看一下那個細則怎麼回事。 其實我們通過上午舉的一些例子呀,大概總結出來,目前我們這些例子呢,自己如果總結基本上就是,除了O,動詞詞幹中,如果都是O的話,那肯定加ho,這個沒問題。 是吧?如果有陽性原因,比如塔清筆中有一個陽性原因,叫做A,它就應該加ha。如果都是陰性原因,就加喝。 如果是I,如果是I,那個動詞詞幹是代音別,比如金比,是G,賓比是B,它們變成過去時,加的是喝,機喝,來了,B喝,有來著。 Kat Renzi 22分鐘,吉他,如果是兩個Y,比如說Y machud,比兩Y Ο開口接學會更加和財因,這是我們尚武的那些詞,大概總結這麼的規律。 但其實根本就無法窮解,還有很多其他的,懶著給大家 добав歇。 我們在學習過程不見集累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还接着说 过去时的否定 过去时的否定呢 也是加个阿库 就给他的过去时加个阿库 阿拉哈阿库 就是 没告诉 告诉了的否定 就是没告诉 他没告诉我 伊民的阿拉哈阿库 他告诉了我 叫做伊民的阿拉哈 他告诉我 凡宗最简单的说 阿拉哈这个词 他告诉我 伊民的阿拉哈 他告诉了我 伊民的阿拉哈 他没告诉我 叫伊民的阿拉哈阿库 好了 我说巴图去 先不说去哪了 不是先尝吗 巴图去 那个去是啥 这张 他去了 我说巴图去了 这叫做 巴图 阿拉哈阿库 巴图没去 阿拉哈阿库 仍然以洗衣服的洗为例 对吧 母亲洗 叫做 宝宝米 胡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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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加阿库,我还没说完呢,但是,可但是,但可是,过去时的否定通常也发生缩合,我们刚才看将来时的否定, 阿姆嘎拉加阿库,变成了阿姆嘎拉库,哲特勒加阿库,也变成了哲特拉库,也就是所有的,现在将来时的否定,全是拉库,缩合成了拉库,它是由拉行跟阿库缩合的,但是呢,过去时的否定也发生缩合, 但,如果我们按那个理论来看,它应该缩合成什么呀?哈库,因为阿拉哈阿库,连起来就成了阿拉哈库,格勒赫阿库,你再连就好像变成了格勒赫,那是赫库还是哈库呢? A的是,他这个H是阴性的,赫,你说你哥哥阿,把他的辅音也给变了,所以呢,他没有变成格勒哈库, 也没有变成格勒赫,他们呢,保留了,保留了,缩合时保留了,动词,一般过去时的,磁末的原因, 也就是,分别变成了,分别变成了什么呢?哈库,阿拉哈肯定是哈库,而格勒赫变成了什么? 哈库,因为这个哈,哈呀,是阳性的,哈库,而欧包后就变成了哈库,哈库,有同学想问,说,老师我不说和,我就写成那种形式,行不行的? 行,可以,但那样的话,不就是俩词了吗?我们现在不是讲动词的否定是,是这个动词本身的变化吗? 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它不就成了一个词了吗?所以就是加哈库,赫库,和呼呼,那哈,赫,呼怎么加?就是跟咱讲了一般过去时,用加法,后边只是加个呼。 而以,对吧?这就是过去时的否定是,过去时的否定是。 最后就是,哈库,喝库,喝库。 喝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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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库的,中行吗?喝库。 喝库,喝库。 所以,我们分别举一个例子,从 European Union,从 European Union,从 R 开始。 我说,巴涂,没告诉我。巴涂,没告诉我。巴涂,没告诉我。巴涂,告诉我,就是向我告诉。 什麼呀?沒告訴是 阿拉哈戶 阿拉哈戶 巴圖名的阿拉哈戶 這就叫巴圖向我沒告訴 巴圖沒告訴我 巴圖沒告訴我 阿拉哈戶 還得先數 是吧 一個 兩個 三個 寫腸子就不用了 寫腸子就是 都沒眼了 經常皇上有時候那豬批就這麼寫的撒哈 你讀不成別的 你信嗎 你們讀的別的不是 這就是撒哈 阿拉哈戶呢 你就可以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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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就行了 這就是阿拉哈 把人讀不成別的嘛 那麼 第二個例子 還是那個動詞 我父親 沒去北京 算了 來換個地兒 換個地兒 要老北京呢 算了還是北京呢 我父親 沒去北京 我父親 沒去北京 我父亲没去没去, 可恶恶不, 我父亲没去北京, 我说她妹妹没洗脸, 脸是啥这个? 就是桌子,跟桌子一样。 她妹妹,怎么说呀? 不是桌子,桌子是她们, 你或者可恶,都是她的。 你妹妹是啥?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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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诺。 脸。 诺。 诺是冰干朵诶。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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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波歐美喜 這個人起來 歐波歐波 歐波歐 ш� 歐波歐 所以這就是動詞的過去時的否定 它本質上並不難 本質上並不難 就對他的過去時加一個有否定父詞阿諾 就行了,再左右扶车 其實還有一個,但是講與不講都不重要,不是內容不重要,是因為我認為你們會,比如說,對正在進行時進行否定怎麼否啊? 對,對那個進行時的否定,正在進行時的否定,你們猜一下,有人要哭了,要給我做一了,就是一個嘛,對正在進行時,咱們那個過去時否定已經講完了,就是對這個正在進行時進行否定, 正在進行時的肯定就是,他正在看書,他正在讀書,就是他沒正在讀書,對吧,他沒正在讀書,否定誰呀? B,把那個B給否定,那個B怎麼否定呢?B的否定式是啥呀?那是過去時,B的否定式是啥呀? B的否定是啥呢?我想問的是,不是一位是,否定是從哪來的呀? 從它的拉形加了一個阿庫來的,所以你要先找B的拉形是什麼呢?B的拉形是什麼呢? 低熱,低熱,低熱,是吧?不是吧?B的拉形,一共有四個個粒,真B叫做折瀉熱,金B叫做擠瀉熱,東B叫做歐洲熱,冰B就是B叫做以西熱,所以B的拉形是, 比西熱,那對比西熱,那對比西熱進行否定就是B西熱阿庫,咱們剛才說的縮合成什麼?B西熱阿庫,所以沒有正在做某事,這個用法很少,沒人那麼說,誰當然是說他沒有正在看電視,沒那麼說的,咱只是從語法的概念上要理解它,如果對正在進行事進行否定,就是摸,比西熱阿庫就行了。 如果說有的話,也只是它作為形容詞,正在看書的人是誰誰誰,沒有正在看書的人是誰誰誰,這是進行時的否定,沒了,就是這些,其他所有否定都應該會變, 要不就像阿庫,要不就像阿庫,要不像阿庫,要不像阿庫,要不像阿庫。 我只有一點想提示一下子,咱們也說過, 動詞的這個拉形,我再說一遍,我當時是不是說他既有動詞性質,又有形容詞性質,又有名詞性質。 這是睡覺,對嗎?他如果有形容詞性質,我就說睡覺的,睡覺的人怎麼說呀?睡覺的人,睡覺的,他就是睡覺的,加上人物就行了嗎?睡覺的人就是阿庫 阿庫,加上人物就是睡覺的人。 那麼,今天我們學了過去詞,過去詞是哈形動詞,我想說,他也是既有動詞性質,又有名詞性質,又有形容詞性質。 這個是睡覺的人,這個是睡覺的人,這個是睡了覺的人,這可能不太好。 比如說,去這個詞,去這個詞是根能比,他的過去詞是根能和,對吧? 我們先不說他的過去詞,我們說他的將來詞,叫做格那樂,他有形容詞性質。 那我說去的人,是啥呀? 格那樂。 格那樂講的,是吧?去的人。 格那樂,那麼,剛才我說,過去詞呢,也是既有動詞性質,又有名詞性質,也有形容詞性質。 所以呢,去了,他同時還有一層意思叫做去了的,啥啥啥啥。 我還說去了的人,bars呢、隔那樂 pasado internally,對嗎? هو去了喝 Chaos well dot,那就是去了的人。 所以他也可以加後面可以修飾盛詞。 可以修飾猛词 但这还不是今天要说的高潮部分 今天要说的高潮部分 我又一句话说一下 就是这两种形式 都可以既是名词 又是动词又是形容词 那么它的否定式 同样既有名词性质 又有动词性质 又有形容词性质 的否定式是啥 意思是不睡觉 同时它的意思也是 不睡觉的 不睡觉的人怎么说 过去时仍然一样 没去叫做 没去的人 叫做 没去北京的人 这是今天要说的内容 就没有新内容了 我们接下来就 把我们学过的重词 找一些重点 应用一下 应用一下这些个内容 应用一下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叫做 学满语 学满语 这个已经贵了 是吧 是 满足 满足 给孙波 塔钦饼 满足给孙波 塔钦饼 这就叫学满语 那么 将学满语 我明天学满语 对吧 将来时就叫做 满足给孙波 塔钦饼 对吧 塔钦饼 满足给孙波 塔钦饼 对吧 塔钦饼 塔钦饼 对吧 塔钦饼 他学蛮语,什么毛二狗学蛮语,什么李老三学蛮语,都可以,都是直接加一个主语,就是B,Manyukesumata,这就是一个句子吧,最简单的,但是这种句子通常因为它太简单,它没法表达啥意思,连一个识都没有,如果我说我明天学蛮语,对吧,人说你能不学蛮语啊, 你说我明天学蛮语,对吧,明天,Cimari,我说我明天学蛮语,就用这个句子,B,Cimari,Manyukesumata,当然用第一个也行,我再说一遍,动词圆形和拉形都可表示现在和将来,那么学了蛮语, 学了蛮语,慢着死虚捧,打气什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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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啊,哈。 学了蛮语。 那我学了满语 对吧 这你回学校说的时候 就是我学了满语 因为你确实学了 暑假学了嘛 对吧 毕业 曼妩给孙伯 卡其他 这时候你可以加时间名词做状语 比如说我去年学了满语 我昨天学了满语 我今天夏天学了满语 今天夏天怎么说呀 夏天啥呀 抓力 那今年夏天呢 可能就是今天 别啊娘啥 直接就是 这个夏天 就是this summer 就可以了 你看什么 this year's summer 没劲嘛对吧 没意思嘛 就是这个夏天 第一 this year's summer 什么manjou kizum matachihah 这个我们写的念 你们也没读写 这个我们写的念 太七号 对吧 然后呢 正在学满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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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的状态就是正在学满语 Manyo iso mbe tachimobbi tachimobbi 那我們就要用今天下午學的,否定是,對前三句吧,後面就甭否定了,沒意思,否定一下子,我不學蠻語,以後校長讓你培訓來,你說我不學蠻語,就可以了。 那不學蠻語叫做什麼,原來是,或者是,我不學蠻語,就是, B,Manyu Kishuma Kachirho,這東西都可以組句的,我說你為什麼不學蠻語? 你為什麼不學蠻語?這就是不學蠻語,加著你為什麼? 你為什麼不學蠻語? 你為什麼不學蠻語?你回答一下,你說,因為我不是蠻族人,你就說我不是蠻族人。 不是蠻族人怎麼說?B,Manyu Kishuma Kachirho. 然後,別人可以再反問,不是蠻族人,就不學蠻語了嗎? 不學蠻語,大人就不學蠻語,不學蠻語。 一位是咱沒學,明天才學,阿蠻,變成一位是,還記得是家長嗎? 加恩,阿蠻對吧? 包的娘嗎? 阿蠻,窪裡沒人嗎? 那以後這個拉庫也變成拉庫,你不學嘛,就叫塔前昏,明天再說。 這個,我沒學鰻魚。 暑假開學了,這個校長說,上班一課,你說我沒學鰻魚。 大家天天就要睡覺了,沒學慢用怎麼說? 我沒學慢用,慢用給什麼塔前昏,我們也學慢用。 你們給什麼塔下過。 我們再回顧一下,仍然是這幾個例子。看看它的形容詞怎麼表達。 學慢用的人。 學慢用的人。 怎麼說呀? 學慢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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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慢用的人。 是慢用的人嗎? 其實是學的人。 對不對? 學慢用的人指的是學的人。 那怎麼說呀? 先不說慢用的人。 先不說慢用。 先說學的人怎麼說呀? 學慢用的人。 學慢用的人。 慢用的人。 你快拿尺量給我腦子,我腦子多大。 對呀,你說呀。 對呀,你說呀。 慢用語。 慢用語。 你什麼塔吉勒,是嗎? 學漫語的人就是 漫語,底森波,塔吉勒, 那是學漫語的人, 學了漫語的人, 學了漫語的人, 那學了的人不就是塔吉勒兩嗎? 學了漫語的人不在這嗎? 這不是學了漫語嗎? 他學了漫語,即是動作也是一種形容詞, 那麼漫語給他們塔吉勒兩嗎? 就是學了漫語的人, 這就是學了漫語的人, 最後一句, 如果你們答對了, 咱們就繼續講, 最後一個,我要問啥呢? 正在學漫語的人, 塔吉勒什麼? 塔吉勒什麼? 我問啥意思? 塔吉勒畢也是正在學, 那正在學的呢? 塔吉勒什麼?加個一, 塔吉勒什麼? 塔吉勒什麼? 塔吉勒是動詞呀, 他要想加名詞, 他得先變成有形容詞性質。 我們講了這麼長時間, 動詞想變成有形容詞性質的, 要麼是哈形, 要麼是哈形, 要麼是他的否定事情。 而現在我說的是, 正在學漫語的人, 肯定跟否定沒關係, 對嗎? 肯定跟否定沒關係。 就是, 正在學漫語的人, 太好了。 塔吉勒畢是正在學, 那正在學的人呢, 我得把後邊這個, 變成一個? 變成一個能接名詞的形容詞性, 也就是, 拉形。 把B變成他的拉形, 就是比西勒。 所以正在學漫語的人就是, 是吧? 是。 是。 那么后边这点就简单了 不学满语叫做 那他也有形容自信的 我说不学满语的人怎么说呀 不学满语的人 说呀别怕错呀没事 错了顶天就怕一顿嘛 不学满语的人怎么说 不学习的人不学的人 不学满语的人 不学满语的人就是 满语的人就是 满语的人不学满语的人 哎呀 妈你给什么满语的人不学满语的人 我看有些人真的是 已经四条腿一穿着 毛驴肩拉着了 还拿蚂蜜吗 反正反正活不了了 这个也是 没学满语的人 没学满语的人 就是满语的 给什么满语的人不学满语的人 没学满语的人 满语的人给什么满语的人不讲啊 满语的人不学满语的人 这就没了 這些就這麼個情況 隨便造句子 學滿語的人好 怎麼說呀 學滿語的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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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字叫什麼 媽,你給什麼打青娘嗎 讚 不學滿語的人不好 媽,你給什麼打青娘嗎 讚阿呼 讚阿呼 讚阿呼就是不好 我還要把重詞的事講完了本來 看來現在一想了 也是幻覺太重了 否定是 只講的肯定是否定是 今天晚上我回去再給你們設計作業 來,明天留作業 明天留作業 今天要好好複習 你如果複習得比較好 明天作業你就完成得快 我們做作業 舉個例子 設計的內容 一定是我們講過的 不可能出現個詞說 這個這個 我才藝抄群 他才藝不抄群 沒有這玩意 都是簡單的 讀書啊洗臉啊洗衣服啊 是吧 都是這個 我們今天講的內容 就這些消化一下 有問題問問題